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过我们一同来阅读神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第六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段落 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 是谈到信徒彼此告状的事情 然后在第十二节开始到结尾 继续谈到淫乱的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把那个焦点就放在第一个的段落 我们昨天提到 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 基本上都谈到跟淫乱有关系的罪 除了第六章前面的这个段落 谈到他们当中还有人把别人告状到法庭上面去 在不信主的面前控告自己的弟兄 我们这样子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特别在第六章的开始 保罗说教会或者圣徒 要审判世界 要审判天使 那么怎么可以要把告状的事 告到世俗的法庭当中 当我们这样子读的时候 我们以为保罗是反对 这个世俗法庭的存在 有点像今天如果在马来西亚 我们谈Sharah Court还有Civil Court 这个世俗的法庭 还有回教法的法庭 那么保罗好像是那一个 非常严格或者非常极端 要守住这个法庭 法律的圣经的法律 或者犹太人的法律 要求一定要做Sharah Court 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那是不是如此呢? 那如果我们这几月读 《史诺行传》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 其实不是啊 保罗为什么可以去到罗马 就是因为他要上告到上述 到这一个凯撒那边 这就是世俗的法庭 那不是宗教法庭 所以我们看见 其实保罗并不是在反对 并不是把法庭二分化 他在这里谈的是什么呢? 他在这里谈的是民事的诉讼 特别是弟兄姐妹之间 彼此的控告 控告什么呢? 可能跟钱财有关系 做生意谈不妥 那就把对方告上法庭 或者是跟家庭的分争有关系 这种民事的法庭 所以保罗劝请教会 在这样子的事情当中 应该让教会当中有智慧的人 来去协助他们做协调 用圣经 用上帝的道 来帮助他们弄清楚 那保罗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一个 主要原因是 哥林多教会 他们其实就在标榜着 他们拥有智慧 他们有判断的能力 他们可以做亡了 他们能够在各样事情当中 都夸耀自己 那保罗说如果是这样子 为什么你们处理不了这一个小事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哥林多的这个城市 我们说过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 许多的生意 新兴的生意正在兴起来 那么就有很多不同的人来到当中 来做生意 在做生意当中 难免会牵涉到法律的纠纷 因此呢 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情况 做生意的人 特别是有钱的那一方呢 就会把对方告上法庭 当然 那一个的情况就是要自己获得利益 告对方上法庭 不一定是对方亏复自己 这个是理想的这个情况 如果我跟你做生意 你不服 你违反了合约的条款 那么又不愿意赔偿 那我就要控诉你了 把你控上法庭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那个想象 但是也有一种的情况 就是有一些的富有的商人 他们利用法律的漏洞 他们有钱 能够请好的律师 能够 甚至能够收买法官 那么法庭 法律就是他们的游戏来的 是他们的游戏的场所 那一个的龙门 我们讲说 那个踢球的龙门 可以随着他们来摇摆的 他们要 今天他要放在这一边 就放这一边 放前一点 就放前一点 龙门开大一点 或者开小一点 在有钱人的世界里头 这一些的法律 特别是当时候 这一个三高皇帝员的时候 罗马帝国那么庞大 很多小拿破罗 小拿破仑 我们今天在马来西亚 也听到这一种这样子的说法 上有上策 下有对策 对吗 三高皇帝员的时候 就不管你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 我们看到这一个的法律 法庭很多时候 就不能够真正执行公平公义 反而是被有钱的人 收买在当中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一种的情况 是如果一个人 亏复我们 我们把他告上法庭 但是现在的情况 也可能是另外一种的情况 那些亏复人的 是把被他亏损的 告他上法庭 我要吃掉你的生意 我骗了你 我有钱请律师 懂得跑法律漏洞 懂得搞 看这个合约的 这一些的 法律漏洞 合约的漏洞 我就把对方 告上法庭 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呢 因为我们从经文当中 就提到 他说为什么不愿意 这个亏损呢 在第七节 彼此告状 这是你们的大错 为什么不愿意受委屈呢 为什么不愿意 请愿吃亏 反而去冤枉人 亏复人 而且所冤枉所亏复的 还是弟兄呢 所以听众姐妹不要误会 这段经文并不是在讲 保罗说 我们让步 什么东西都让步 他不是在讲这个 给云多教会 这些控告别人上法庭的 不是那一个的受害者 很多时候可能是加害者 所以保罗并不是说 让步吧 不要紧 受一点点亏损 损失几百块 几千块 不要紧 保罗不是在讲这个 保罗是在讲说 那一个已经吃掉 人家一间公司 还要告到人家破产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为什么要亏 这一个冤枉 你的弟兄 难道不能够 吃亏一点点吗 吃亏一点点 是你已经吃掉 人家的公司了 是不要把人家告到破产而已 这个叫吃亏一点点 我觉得金文其实想表达这一种 保罗是用一种反讽 反过来的那种的表达 来去告诉教会 教会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真的 应该要退一步去想 这个赚钱有赚钱的道理 这个取财君子 不夺人所好 取财要取得有道义 对吗 如果连世界 做生意的人 都要守道义 那么教会 弟兄姐妹 我们就不能够去贪小便宜 我们不能够去赚冤枉钱 换解在保罗这边 他讲到说 还是冤枉自己的弟兄跟姐妹 他其实在后面就提得很清楚了 在第九节那边 他说 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 不要自欺 不义的人 保罗是说这一些冤枉弟兄的 把弟兄告上把庭 为了吃掉对方的 这些冤枉别人的 那是不义的人 他在上帝的国里面 是没有份的 弟兄姐妹 求神怜悯我们 在教会当中 当我们说彼此相爱的时候 并不是指那种 当我们讲相爱 我们就一直让步 让别人欺负我们 保罗说 不是这样 欺负人的 要是可而止 不能够继续走下去 而且我们应该彼此亏负 宁愿让步 宁愿自己吃亏 而不是去吃别人 这种吃别人 还把对方告上法庭 在教会里头 是绝对不容许发生的 因此他也提醒教会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纷争 在小组当中 在教会里头 有时我们发现到 在这个市集 也是特别的难 因为大家都有 私隐权 这个是我们个人的 这是我跟弟兄 个人的事情 不要牵涉教会 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 的确比较困难 我们要尊重 对方不要牧者 或者不要教会领袖 来干涉 我们基本上 也没有什么 干涉的空间 但是教会 至少在讲台上 在教导当中 在小组的生活里头 在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强调那一个的原则 相爱的原则 谦让的原则 彼此扶助 而不是彼此冤枉的原则 愿神帮助我们 真的能够明白神的道 知道圣经里面 给我们的教导 然后用生命 接着圣灵的帮助 活出这种的生命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教会当中 是彼此相爱 彼此谦让 我们不要伤害彼此 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 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